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白色豪表示没有重开计划 购物计赶上疫情升温 专家表示别期盼太多折扣 各位晚上好 欢迎收看晚间新闻 周四 川普的律师团队对美国民众宣布 本次大选大规模的舞弊是民主党及其背后势力 事先安排好的政变 我们来看详细内容 美国大选日后的第16天 11月19日 川普律师团队召开新闻发布会 就目前掌握的大选舞弊证据 向美国民众提供了两条重要的方向性线索 朱利安尼列举了律师团队在宾州费城 密歇根底特律 威斯康星密尔沃基等 六个争议州不同地区收集的证人证词 都展示出相同或类似的选举舞弊行为 他指出发生在热地的选举舞弊 不是孤立的巧合事件 而是事先安排的一场政变 川普律师团队另一位重要成员鲍威尔 则揭开了民主党人确保这次大选 获胜的保险方案 用外国选举系统干预美国大选 鲍威尔指出 这次大选将大量川普选票 转投给拜登的投票系统 包括Dominion投票系统和该系统使用的软件 Smartmatic都是由委内瑞拉人开发的 最初目的就是为了确保独裁者 在选举中胜利 而民主党制造的这个选举保险方案 背后的势力是左派大金主索罗斯 鲍威尔说 这套投票系统在美国三十个州两千个司法区使用 他认为基于目前发现的情况 司法部和相关总检察长办公室应该立即展开全面的刑事调查 另外 川普团队也在发布会现场 直接批评那些配合极左势力政变的假媒体 川普团队表示 他们目前所做的不是要颠覆选举结果 而是代表川普总统捍卫宪法权利 新唐人记者李澜 综合报道 美国密西根州伟恩县的选举认证结果出现第三次翻转 在撤回认证投票之后 伟恩县点票委员会主席共和党级委员巴默发表了声明 18号 美国密西根州伟恩郡点票委员会的共和党级委员巴默发表8点声明 巴默首先表示 他的目的是要保护底特律的投票 而不是要当种族主义者 他表示 维恩郡70%的社区发出的选票数量与收到的选票数量不相等 他对此感到担忧 至于为什么要在同意认证总统选举结果后又撤回认证 对此 巴默表示 民主党籍的金拉克向他提出一个解决方案 能够对维恩郡就发出和收到的选票数量不相等 进行独立审查 这个解决方案获得密西根州州长惠特梅尔与州务卿班森的支持 于是他投票同意认证总统选举结果 但州务卿班森在晚间9点半时表示 这项协议没有约束力 巴默表示自己被误导了 因此才撤回认证 巴默并在声明中宣布 将在20号中午举行记者会 进一步向外界说明投票的决定 美国保守派媒体周三披露 在内华达州有原住民组织通过向投票者 发放礼品卡以及现金等方式 鼓励选民投票拜登 那么该组织的背后还参与为民主党候选人募捐 川普总统周四推文 转发了一则揭露民主党人在内华达购买选票的报道 据保守派在线杂志联邦党人周三报道 原住民选民团体在内华达州 通过向投票者发放礼品卡 电子产品以及现金等为拜登购买选票 报道说向投票者提供有价值物品换取选票 违反联邦法律 最高免临两年监禁 以及高达1万美元罚款 在脸书视频中 内华达州雷诺·帕克斯 印第安地区发言人山姆 戴着支持拜登·哈里斯竞选的口罩 站在拜登竞选车辆旁 谈论原住民投票对摇摆显示的重要性 另一则视频中 山姆告诉投票者可以领取拜登团队的免费礼物 还有一则视频 山姆和两位投票者在疑似投票点处 拿着礼品卡号召人们出来投票 非政府组织内华达原住民投票 脸书网页上也贴出了投票者抽奖信息 两名投票者投递缺席选票后 获得25美元礼品卡 该组织脸书中包含支持民主党的原住民组织者联盟的信息 联邦党人杂志表示 内华达原住民投票组织的资金似乎来自原住民投票组织 后者由美国印第安人全国代表大会创立 而这两个组织和名叫四方的原住民组织 联合举办过总统论坛 今年1月的总统论坛 以及四方组织的募捐网页 都会通过民主党募捐网站ActBlue 该网站2018年中期为民主党候选人募集了近16亿美元 报道说 内华达州有6万名原住民投票人 几乎是拜登在该州领先川普票数的两倍 报道还指责主流媒体对此不进行报道 新唐人记者毕心慈上镜综合报道 下面带您快速浏览接下来的几个大选相关的关键时刻 美国总统大选投票在11月3号举行 投票结束后 11月4号起到11月23号 是计算公民选票的时间 12月8号 各州都必须认证选举结果 或走完法庭诉讼 并在12月11号确定各州的选举人 而选举人团12月14号会开会投票 确认最终总统和副总统人选归属 并在12月23号前 将选举人团投票结果交给参议院议长 也就是现任副总统彭斯 2021年1月3号 美国新国会将宣誓就职 随后在1月6号参众两院开会计算各州选举人票 并且在1月20号举行总统当选人就职典礼 新唐人亚特电视黄晏玲综合报导 随着两家美国药厂先后推出高效的中共病毒疫苗 周四白宫疫情工作组宣布 一旦授权疫苗可以在24小时内送达全美 白宫中共病毒疫情工作组的 格斯佩南将军强调 工作组早在今年5月就已开始制定疫苗发放计划 因为需要许多人参与海量的策划和细节 海南将军指出 疫苗的发放计划和执行 是基于CDC最专业的指导 同时充分整合美国各行业的能力 使疫苗发放达到最高效 在川普政府急速行动的推动下 本月美国义友辉瑞和莫德纳两家药厂 先后推出中共病毒疫苗 有效率均高达95% 预计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 将在未来数天发出紧急使用授权 今年年底前 疫苗人群就可以接受疫苗注射 新唐人记者乔安综合报道 再来关注 纽约市在周三公布连续7天 中共病毒平均的确诊率达3% 市府宣布从周四开始关闭公立学校 那么学生需要远程来学习 来看详情 周四 大批家长在纽约市政厅抗议 并向纽约市长白思豪递交请愿信 要求师父重新制定关闭学校的门槛 的确 根据纽约市教育局长卡兰萨所说 目前公立学校随机筛检的中共病毒确诊率只有0.19% 数据显示 纽约市公立学校系统有超过100万名学生 今年3月起 公立学校由于疫情关闭转为网络课程 而这一轮学校关闭至少要持续到感恩节 纽约市长白思豪在周四承认 没有制定学校重开的计划 同样 长岛纳苏郡连续7天 确诊率超过3% 但郡长库伦则强调 确诊案例大多来自私人聚会 并非学校 会尽力保证学校开放 新唐人记者柯丁廷 韩瑞 纽约报道 纽约市全市发放免费餐舔 全美首家餐厅 钥匙课先检测 欢迎回来 接下来我们请雨婷为我们带来本期的晚间新闻简讯 好的主播 美国劳工部周四公布了上周 首次申请失业金的人数为74.2万人 高于华尔街预估的71万人 这也是申请人数持续下降近一个月以来的首次增长 显示就业市场仍在挣扎 不过 持续申请失业金的人数已经连续8周下降 上周减少了42.9万人 来到637万 是疫情爆发以来的新低 周四 美国疾控中心CDC建议民众避免在感恩节期间旅行 同时敦促出现确诊症状 或是患有其他疾病的民众尽量待在家中 上周 美国报告了超过100万例新增病例 CDC专员亨利·沃克表示 尤其目前看到病例指数在不断增长 以及感染者可能将病毒传播到其他地区 因此建议人们避免出行 不过 对于决定出行的人 CDC也给出了安全指南 包括保持个人的卫生和防护 以及出行中应该避免的潜在风险 再来看到 在纽约市 人们可以继续享受美发沙龙服务 或者是逛博物馆 但市长白丝毫决定 从周四起关闭所有的公立学校 这也引发了纽约家长们的抗议 另一方面 纽约市府从周四起 开始在公立学校所在地发放免费的餐点 儿童和成人都可以免费领取 不需要出示任何身份证明或者是登记 在指定的地点还会提供清真食物和犹太节食 民众还可以一次领取多份餐点 那么目前纽约市长白丝毫惹怒了学生家长 而他还表示 纽约州长准备关闭餐厅的室内用餐 这无疑将给刚逃过一劫的商家 带来新一轮的挑战 根据州长库默设立的法规 如果一个地区连续10天的7天平均确诊率达到3% 该地区将成为橙色区域 需要餐馆停止室内用餐 关闭健身中心和美容护理沙龙 市长白丝毫在周三的访问中称 州长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预计纽约市在不久后就会进入橙色区域 这些限制即将到来 不过目前州府释出的数据显示 纽约市的7天平均确诊率为2.53% 再来关注纽约餐厅又有新花样 从下周二起要想去名为City Winery的餐厅就餐 时刻除了要在线预约再抵达后 每人还要支付50美元 来让卫生专员做病毒检测 等待10-15分钟之后拿到阴性的诊断 才能进入餐厅就餐 阳性的话结果将会被送往实验室进行验证 该店自称将是全美首家 为时刻做病毒检测的餐厅 餐厅老板多尔夫在新闻稿中表示 希望开创新的方式 让人们尽可能安全地在室内用餐 同时帮助企业维持生计 好 下面我们将镜头交还给主播 好的 非常感谢雨婷的报道 广告之后您将收看到 购物计赶上疫情升温 专家表示别期盼太多折扣 欢迎回来 今年的节日购物季即将到来 不过受到中共病毒的影响 销量和价格可能会不同于往年 专家预计今年的购物季 商家可能不会祭出大规模的折扣和促销活动 感恩节即将到来 纽约市也准备迎接年底的购物季 不过由于中共病毒疫情在全美肆虐 虽然很多商店依然开门 但卫生安全和经济条件 使消费者行为谨慎 让今年的购物季存在变数 我现在在肯定就是能够 那样的状况 我相信可能会做出大规模 有的关系 我能够看 我只能够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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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折扣任何人 经济专家希格尔指出 由于疫情升温和社交距离等防疫法规 商家可能不敢放开手脚填充仓库 或提供往年黑色星期五的大型促销活动 因此消费者最好不要期待有太多折扣出现 今年的疫情带来了沉重的经济打击 即便商家已经提前开放了节日记折扣 全美零售量在10月份也只增长了0.3% 大量民众居家避易和远程工作 让服装的销量减少了4% 不过却带动了生活类和电子产品的销量 希格尔表示 现阶段赞成民众在提升生活品质方面的开销 新唐人记者韩瑞 纽约报道 周四 纽约豪河区东南部的部分小商业抗议 他们没有收到联邦以及州政府的拨款 呼吁当局尽快地给出纾困方案 帮助他们度过疫情的难关 小商业们手举商业市社区的核心 租金减免等标语 要求联邦和州政府给出更多小商业补助和贷款计划 联邦政府近年3月通过2.2万亿美元的紧急援助计划 有大约5000亿美元用来支持小商家 但不少商家表示没有收到 根据Yapp网站数据 3月1号至今 纽约市有超过2800多家商家永久关闭 新唐人记者 柯林婷 韩瑞 纽约报道 电动滑板车Bord社区体验 争取纽约市共享计划 欢迎回来 纽纽约市市府计划在明年展开共享电动滑板车的实行计划 华板车骑行的费用为1美元起跳 每分钟计算 疫情期间 纽约人转向新的通勤方式 电单车和电动滑板车未来可能成为纽约市交通的重要一环 今年6月 纽约市府通过电动单车滑板车合法化 允许时速不超过25里的电单车 时速不超过20里的电动滑板车上路 但规定不能在人行道上骑行 新唐人记者 王于赫 奥利福 纽约报道 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的晚间新闻 感谢您的收看 祝您晚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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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